韩国瑜上任之后的首度出访 选择南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实际把高雄农鱼产品卖出去 没想到原本要会面的马国农业部长 还有吉隆坡市长 却因为一个状况临时被取消 外交部面对这些指责 却声明这一回并非通过外交部的周旋 那是谁有本事促成韩国瑜跨国拉订单呢 韩市长当选不到一个礼拜 就和身价破3000亿的新加坡首顾黄志祥碰面 而牵线人竟然是前台中市长胡志强 而黄志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为何连好莱坞都拍电影影射他 而他的妻子又有什么样惊人的背景 为什么新加坡每6栋房子就有一栋 是皇家新建的 台湾大搜索独家专访胡志强 带你解开背后的眉目 韩国瑜夫妇一抵达新加坡张仪机场 旅居新马的海外侨胞热烈阶级 场面不失总统级规模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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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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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流魅力在热带国度野瓜起 震惊当局高层 更有传言流出 因为韩国瑜来访为演先风洞 如果还没敲电的合作案破局 可能造成舆论怨气 原本预计要会晤 马国农业部长和吉隆坡市长 他们干脆躲了起来 那他是说没有这个行程 没有这回事 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也就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了 没关系 这回韩国瑜下南洋 重拾卖菜狼身份 要把高雄农产品卖出去 像是顶级燕潮蜜枣 他和马国粮食进出口总商会 双方就签下一亿元的订单 帮我们高雄的农产品 鱼产品找到固定的通路 接着飞往新加坡 同样是商货买卖的签约 主要是跟新国两大评价超市 申松超市 还有前身为新加坡 全国职工总会合作社 Fair Price签下采购合约 合作协议的签约一事 其实过去高雄市农业局 从2010年开始 就已经和申松超市 还有Fair Price陆续合作 把美农木瓜 玉荷包等水果卖到新马 而北农出身的韩国瑜 叫卖蔬果南部倒塌 但这次那么喧腾 除了是他把贸易往来奇效 拉长拉大之外 还有什么 我们是吸收他的学 观摩他的是商业策略 倒不是说他直接批多少量 像新加坡那边 东外亚那边 有一个网路商店 叫做虾皮 就是电子商务这种领域 所以你没有看到 新加坡其实也在 跟香港有点像 就是想方设法 找出自己的创意跟策略 其中放大来看新加坡最大超市 Fair Price 他颇具正值一位 因为超市持股比例 官股就超过一半 而且总裁就是新加坡国会议员 Fair Price其实就有点类似 台湾的全年超市 它走的其实就是平价超市 它已经成为新加坡 最大的一个连锁超市 市占率其实是超过六成以上 在全新加坡里面 拥有了大概超过 150家以上的分店 不要忘了韩国瑜这回是以政治家身份出席 卖水果背后是不是也有一场政治交易 从外交部声明 只有协助市长机场礼遇通关 没有帮忙安排拜会西马政要 就能秀出玄妙之处 跟新加坡本地的企业家好朋友 以及我们台湾一些企业家 来到新加坡的大家感情交流 而且这一次到新加坡 黄先生也建了全力在帮忙 前台中市长胡志强说的 是和他有15年交情的好友 新加坡首富黄志强 这位大富豪早在韩国瑜刚当选 高雄市长不到一个礼拜 就透过胡志强牵线 来台和韩国瑜会面 谢谢啊 谢谢啊 而韩国瑜上回替黄志强开门的 这个举动 也让这位富豪相当称心 连上一次高雄市政府去一个团 跟Fair Price 就是新加坡公会的超市 谈购买契约 都是他帮忙 身价高达3700亿的地产大王 黄志强 现任香港前三大地产信和集团主席 他的家族事业遍及整个新加坡 2017年黄志强更已市值36亿台币 买下澳洲雪梨 拥有100多年历史的邮政总局 负有程度连好莱坞都着迷 更拍摄电影影射黄志强家族 他们都是新加坡最大的发展者 黄志强家族光是在新港两地就拥有超过700间购物中心 旅馆还有酒店 而作为亚洲人均所得最高的国家首富 黄志强要撮合韩国一副新马谈生意实在不难 只是他怎么愿意伸出援手 刚才有第一个礼拜 黄志强就来了 然后他还在电话里说 他说我没有什么 我就是很佩服他 他不是说要找工作机会吗 我可以给他很多工作机会 黄志强透过胡志强来到台湾 在高雄住了一晚 他做了一件事 一个完全不熟悉高雄土地的富翁 站在制高点观察什么 如果回头看黄志强家族的发展史 他的父亲黄亭峰 从一件卖酱油干货的杂货生 如何能在房地产业脱颖而出 就能独出端倪 他们利用了当时在60年代时候 当时印尼有发生所谓的排华运动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在新加坡大举的兴建 72户的一个独立的养房 然后去吸引印尼的一些华侨 到那里去定居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也累积到他们的第一桶金 从变动中创造实际材 这是黄志家族尝到的第一口甜头 最后趁着新加坡脱离英国 经济起飞之际 黄庭芳大量购入现在最精华的乌节路地段 建起远东购物中心 乌节商业中心 统计更指出了 全新加坡每六栋房子 就有一栋是由皇家所盖 1970年香港发生中东石油危机 这波房地产大乱 又让黄庭芳蠢蠢欲动 所以当时黄庭芳就指派他的长子 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周知的黄志祥 开始进军到香港 然后当时在香港的尖东地区 大面积的买进非常多的土地 新建了包含像尖沙嘴购物中心 现在尖沙嘴是九龙的购物天堂 大家所知的弥敦道 更是连接望角的知名地标 这快带动商贸零售的地区 地主就是黄庭芳 他过世之后 由大儿子黄志祥接手香港信和集团 小儿子黄志达则接管远东机构 之后兄弟俩更联手 让家族事业和政治合体 在那个师头余生将后面的游举 就是他们跟新加坡政府合作 把旧政府大楼改成现代型的旅馆 现在旅馆已经变两个 事业拓展没有饱和的一天 他们不谈回扣 直接把脑筋动到国营事业体上 或许涂的不仅是财富 还有在政治上拥有插旗的能力 杨树琼的父亲杨锦成 其实在1970年的时候 到1989年的时候 担任新加坡的国会议长 长达将近19年的时间 甚至在这段期间 他曾经有三次带领新加坡的总理 所以其实就新加坡的政治来讲 其实是他的父亲 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 黄志祥这段超强联姻 为家族锦上添花 顺利让私人体系和国家合体 快乐的陪着你 1994年 新加坡最大的食品饮料公司 杨协城集团爆出经营纠纷 拥有律师资格的黄志祥 能在各方角力中顺利掌握最大控股 除了有法学知识之外 政治势力难说毫无渗入 新国的食衣住行 黄氏家族几乎说是全包了 而当年胡志强还在担任台中市长时 就有意和黄志祥攜手合作 我还找过黄志祥曾经考虑把台中市的旧市府 一个日本人盖的 百年以上的台中市政府改成旅馆 可是我们的法律啊 环保规定啊 真的是我看拖了四五年 办到投资者 这个真的是感觉到很灰心 就不来了 跟我交情这么好不来了 胡志强这番话 点出了韩国瑜之后一定会遇到的窘境 但如果破除了台湾层层限制 开放外资来盖房子 学者认为这是最快能解决高雄市 庞大负债的方法 把资产活化提升它的价值 然后再把它证券化以后卖掉 然后再去做下一笔 也就是说市政府 不管是台北市还是高雄市 市政府的资产经营 才是它的那个方向 而不是去课税 或者从那个流量收入来取得财政 只是重工业城市的高雄 要谈资产证券化 还得好好调养体质 以过往的经验 来看信和集团的投资风格 和政府合作精商势在必行 但首先可能会在高雄大局买地 可能也是看中高雄这几年 因为比较低迷的一些经济的状况 很多房地产一些市中心的土地 尤其是商业三半大楼 一瓶其实只有十几万台币 由这回韩国瑜出访新马 看到新国首富黄志祥 一边疏通各方管道 协助韩市长南下 把农鱼产品卖出去 更一边手拿着算盘 谈地产合作 摇醒沉睡的巨人 这股力道是来自政商利益 而民众更好奇的 或许是这位地产大亨到底是向中高雄的哪块土地 准备打造台湾的南方蜘蛛